如果你已經場景都準備好了 我們就可以準備來露營喔 來這裡我先縮小一點 這樣會擋到我的教材對不對 好在這邊 好那我現在這個 全螢幕的我就這樣子 然後這裡我就放這樣 好那你來看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個這個 所以你知道 按下去 上面有倒數的有看到嗎 嗨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上 Excel基礎教學 這樣老師會很衝動嗎 哈哈哈哈 好那我這裡講完了之後 我可能就可以繼續下去 對不對 我就先切換到第二個 今天我們的教學目標 就是要學會什麼什麼什麼 好那這裡我們要像這樣 但是抱歉喔 因為這個筆不是他裡面的筆喔 所以講的時候不會入進去 那我順便講一下 你看我們剛剛在簡報者這裡 上面我們都調過了 有一個沒有用的 有沒有看到指標 你如果勾起來 你會發現 在裡面的那個滑鼠 就會有指標 這樣了解 好就不會像我剛剛在用 用筆畫的 哈哈哈哈 好這個你可以自己選擇 有沒有 藍點也可以啊 有沒有這樣有藍點 這樣很像 iPad上面那種概念 好 那我現在是不是錄兩段了 OK 那我如果繼續錄下去都可以 可是呢 有沒有可能我錄到這裡 比如說我現在錄到第三段 但是不小心我講錯了 有可能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就先停止喔 你看我先停止 好你來看一下 這裡 我現在錄了三個 你們應該有用過手機錄影嗎 你想看看我如果中間有一個錄錯了 以前 你要怎麼剪接 有點麻煩對不對 也就是說我今天這裡 不小心一句話講錯了 那或者是中間有錯 我就 必須要全斷是不是重錄 但是呢我們在 嗯哼這裡面它很特殊喔 你看我點到這裡 你錄影的 就是在跟著投影片走 所以你講哪一段投影片 它就會有一段影片錄下來 那我們從哪裡去看到 從這個地方 你看我們右手邊 這裡有一個叫鏡翅 你看在這裡 有沒有現在有一個鏡翅 你可以管理一下 我進來了 我這是第一次錄的 你可以從這邊 馬上就播放一下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到幾個機器的焦點 所以你有發現 我前面這裡 是不是有點 稍微delay一點點 怎麼辦 馬上剪掉 這樣你了解了嗎 我可以先在這邊 把前面跟後面 不OK的地方 我就剪掉了 好所以我在這邊 我再play一次 有沒有這樣稍微比較近一點 我可以 甚至可以再多剪一點點 好那我到後面 我來看一下 如果沒問題 我就按完成 那萬一我的開場 真的很爛怎麼辦 再錄一次 有沒有一樣 再倒數一個 這是我第二次錄影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第二次 講的會不會比較OK一點 好那假設到這邊 我就把它停止 這時候你看到 我有沒有兩個 我現在錄的是第二個 對不對 可是如果我覺得 第二個不滿意 沒關係可以馬上切回第一個 也就是說 它幫你留下來的 那你自己再來決定 我要到時候要哪一個 好如果你真的決定了 我要採用第二個版本 我就可以把第一個 是不是就可以刪掉了 也就是說我們 我們紀錄是跟著你的 這個投影片這樣在走 這樣了解囉 所以我們就是這樣錄起來 就OK了 所以你可以試看看 好不好 看你要講什麼 來 現在大家都錄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真的來播看看 你看 我們剛剛是一個一個 投影片看對不對 可是其實你不用那麼麻煩 在這裡 有沒有一個播放 那我們就可以從這裡按下去 你從這裡按下去 你可以馬上看到一件事情 第一個 我有錄影的 有沒有都在這裡有呈現出來 有沒有這裡錄了1分16秒 剩下後面的 他說你是要來做直播的 這個就是老師Live現場的 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今天有一些內容 有一些內容 比如說你看 這個內容我做介紹的 其實我可以先錄好 然後呢 我們上課的時候 我們讓同學 欸來 老師先播給你看喔 嗨 各位同學好 我今天要來上 有沒有 那你要播哪一個場次 自己決定嗎 那麼 來到這裡之後 同學 剛剛你看完老師講的 我們現在 由老師現場 帶著大家一起來練習 這樣是不是可以 也就是說我 教學的時候 我可以搭配局部的 是不是我已經錄好的 然後再搭配 我們現場 直接來講解的 這樣都OK 這樣你理解了 好 這就是你可以直接從這邊play 那他就會照著 這裡來 就只針對你有錄影的 就錄到這邊 好 那剩下的呢 就是很單純的 就老師自己來操作 所以如果老師 或同學 我們把這個當作是一個 就是 如果你要辦活動也好 線上的是不是有些東西 我如果沒有辦法現場去 重複出來 我也可以先 預錄好影片 是不是可以用 都可以像這樣子 所以 這個是先讓大家了解一下 我們剛剛這樣準備的一個方式 當然如果你最後 我不是要做一個 現場的即時教學 我只是很單純的想要把我的 內容 我先預錄好 那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做輸出 那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做輸出 有沒有一個Share 這個就分享 對不對 你看這裡 直接輸出檔案就好了 好 我就從這個地方 發布 但是你要先存檔喔 一定要先存檔 好我把它存起來 有沒有發現直接變MP4 這樣就好了 真的 你看 有老師的錄影有沒有 哈哈哈哈 教學第一堂 好 還好不會把它蓋掉 這樣你就錄好 當然 因為我錄的是只有到這裡 所以輸出就是只有這一段 好 如果你後面還有輸出 它也會輸出 只是中間這裡就沒有 它就是直接把這兩個接起來 好 直接把這兩個接起來 這樣OK嗎 好 那就麻煩大家囉 你先錄幾個 然後就把它做一個輸出